还是有很多小伙伴在说我真实 有你们这一句就够了 那证明还是很认可我 今天说我丑的我都不看 不是叫假人是叫做真人 哪来的假人啊 我之前还看什么 说我什么开了推流 因为我看那个什么 我看那个什么冯奇末 他不是每次场关都很高吗 他从来没有什么推流卡的 他也没有开什么推流的 完全是自然的 完全是自然的流量 不是我也是讲为什么 那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给他推流呢 就是有些在质疑这个的人 他不去想一想其中的道理 就是证明大家停留了呀 大家点进去想看呀 然后产生了一些互动的行为 他就认为这个 然后这个普遍是大多数人 然后他就会推给其他的人呀 是不是 因为我看到有些人在那质疑他 质疑他的那个流量什么的 就老实说 哎呀他怎么场关这么高啊 推流这么高啊 什么硬捧都来了 抖音怎么合得硬捧谁呀 那你现在马上给我搞到十万加去快点 哄一下我 是不 那没办法 那证明就是大家就觉得 就是证明这个内容 这个系统认为这个内容是大家爱看的 就是大家产生的一系列行为 是不是 你认识冯提莫吗 我私信过他 我说我能不能模仿他 我能不能叫冯提 就是把名字给他换一下 因为他叫冯提莫 我说能不能蹭蹭你的热度 然后他 我那天私信他了 他居然非常友善的回了我 他说好的没问题 所以冯提莫这个人还是挺好的 所以我愿意帮他说话啊 人气宝箱也不是省人气宝箱 你们如果有那个什么人气宝箱 那肯定会更加一点了 但我知道有那个叫什么推流卡呀 什么急速流那些 从来没有用啊 先跟你们说一下 从来没有用 还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知名度的问题吧 因为就是有很多小伙伴可能不认识他 但是有大多数小伙伴都是认识他的 那因为认识他 那可能就会刷到他 就会点进去 就会好奇 就会想看 是不 你不能因为你只是你不认识 你不认同他的内容 你就觉得别人都不认同吗 是不是啊 所以就是不要去质疑者质疑那 那他大号人气还经常不行呢 那难道就是说 能这个是能硬品的吗 还说我还说那葛峰提莫是什么抖 抖音轻女儿 他还小嘞 那这样他都不需要去想什么内容了 随便开播就好了 轻轻松松的 提莫你的美颜掉了 莫提 我不是掉的 我是不意关的 因为刚刚我不是 开播是开了美颜 你们就在叫我关美颜 我行吧 关吧关吧 关了就说我吵 你们到底要怎么样呢